大家好 我是子芊醫師 在門診諮詢的客人中 還有一個大家很常關注的一個問題 就是術後的恢復期到底要多久 那多久才能夠正常的工作 其實熔乳手術的話 因為我們是用全程內視鏡的方式 其實我們的傷口是很小的 而且術後我們都會配合止痛藥的使用 所以病人的疼痛感其實不是很大 只是主要的感覺就是一個脹的感覺 那有哺乳過的媽媽就知道 那種脹痛的感覺 有時候也會讓人家覺得不舒服 可是不至於到什麼事都不能做的這樣的情況 那一般而言 如果您從事的是一般的辦公室的工作的話 那不需要提重物什麼的話 其實你三天兩三天休息個兩三天 你就可以回去上班 那只要記得說一個月內不要提重物 不要做劇略運動 這樣就好 那如果說您的工作是比較需要出力的話 可能在這個月內 你就是盡量要請別人可以幫忙你 那我們指的重物通常是三公斤以上的這樣子的重量 那如果你可以把它分批拿的話 比如說一批十公斤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分成兩三公斤這樣慢慢拿的話 這樣其實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是只是你都必須要搬那種大件的 然後比較重的東西的話 可能這個月你就是需要請人家幫忙 那整體術後而言的生活品質其實不太會受到影響 就是你不需要因此而躺在床上 因為不是生病開刀 那你正常的活動都可以繼續 那只是不要劇略運動 那不要拿太重的東西就可以了 看完我的影片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疑問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或許下次我就會針對你的問題 專門拍一個影片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你幫我分享 按讚或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囉